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的10月23号星期五 大家好 在今天早上10月23号早上 中共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遭遇了恐怖袭击 三名的武装分子试图进入中共领事馆 遭到保安的拦截 双方开火 其中据说恐怖分子还用手榴弹 还用了手榴弹来 反正还是武装挺齐全的 然后当地警方派出了特选队 在马路上跟三人发生了激烈的交火 据说最终导致7人死亡 中共的人员驻大使馆 有21名中方人员全部都是安全的 都没有受伤 死的都是当地的警察和当地的老百姓 应该是死了两个警察 两个老百姓 这三个人当场都被击毙了 可能加在一起一共是死了7个人 7个都是巴基斯坦人 袭击发生后不久 当地的一个武装组织叫比露芝解放军 他们在接受路透採访的时候 宣布对此次袭击负责 比露芝的发言人表示派出了仨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 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北京在剥夺他们的资源 比露芝是巴基斯坦的一个省 他的已经占了他这个省非常大占了巴基斯坦44%的国土面积 地广的 人稀比露芝算是当地的一个民族 他们是一个非常彪悍的一个民族 比露芝省是巴基斯坦的最贫穷的一个省份 也是反正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 那么巴基斯坦这一次大选结束之后 义木兰汉是一个前的板球手 义木兰汉当选了新任的总统之后 我就说我预计巴基斯坦跟中国的关系可能要急转直下 因为当年我们认为巴基斯坦是我们的巴铁 铁哥们 但是其实我就一直觉得 我就一直这么说 真正的铁哥们应该是中共政府和前任的巴基斯坦政府 而不是中共政府和巴基斯坦的人民 我就说前任政府也认为跟你是铁哥们 但是当地的人民可能还认为你在占人家便宜 对吧 那么新上来的总统能不能像上一个总统那样 就是那么快的就被你腐蚀了 我们要拭目以待 我当时我就说 我说你看看马莲西亚新上来的 马上就跟中国把一来一路项目全停了 我当时说 我说我预言可能在不久之后 义乌兰汉最终会跟中共就谈崩了 甚至有可能导致它导向美国导向印度 现在来讲 当然它跟印度仇比较大 现在导向沙特 但沙特实际上也是以美国作为幕后的操纵 后盾或者是操纵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 巴基斯坦的人民 最起码比路支的人民 对中共是有深仇大恨的 感觉有深仇大恨 因为中共这些年虽然它对我们宣传 新的联播说我们帮了巴基斯坦多少 我们帮他们建铁路建港口 我们还用了人家的什么刮达尔港 现在 但是对于当地来讲 人家不这么认为 人家认为说你投资 你投资 你没把我把钱给我 你把钱给谁 你把钱给了你自己的公司了 对不对 你把你中国的钱 你说是借给我 但是实际上给你中国公司 让中国公司挣了 让中国公司在我这儿建的东西 今天东西我还欠你钱 等于你说借钱给我 但实际上是拿我的钱的 给便宜的你的公司 建完了之后 我还欠着你一屁股账 让我还不上 我还得把铁路抵押给你 或者把港口抵押给你 对不对 当然你说的 你可能是说跟我联合开发 但是实际上你来了之后 这港口你就占了 你根本就不许我们使 就是你用 对吧 你在马兰西亚不也是吗 建了一城自己拉一围墙 你当地人根本就别进来了 就成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了 等于你不等于就是殖民了吗 你不等于圈了一个地 这地就算你中国的了 跟我没关系了 对不对 那等于我的领土不是丢失了吗 对不对 就是马兰西亚那些总统不就说吗 说我们不允许国中国的存在 对吧 那巴基斯坦也是这种情况 那上一任的巴基斯坦政府 为什么同意中共这么干呢 为什么他们认为这对巴基斯坦有好处呢 实际上就是他们拿了中共的钱 对吧 中共一向都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先腐蚀自己的官员 然后再腐蚀其他国家的官员 对吧 那么马兰西亚的前的总统 现在已经被查出来 据说拿了中共几个亿 有人说拿了几个亿 有人说拿了几十个亿 但现在说不清楚 咱们最后看 反正是肯定是拿了中共的钱 巴基斯坦的前任的政府 应该不光是他们的一把 他们下面陆陆续续 大家反正大官就大拿 小官就小拿 他们拿的钱 然后骗巴基斯坦人民 说中共是来帮我们的 实际上中共是来占我们便宜的 但是巴基斯坦人民也没有那么啥 就跟中国人民一样 中国人民不知道 中国政府在占我们便宜吗 也是知道的 对不对 现在人家就是体现出来了 对不对 体现出来就认为 把我们当做仇敌来看待 现在这个情况来讲 根本就不是铁哥们 没有人拿着手榴弹冲锋 去打铁哥们 去炸铁哥们的 对吧 你能看出来 人家是把我们当成的侵略者 人家是在保家卫国 对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种舆论 我相信 我相信 比露芝他们省的这些人 是这个想法 其他的人民 我觉得搞不好 也是这种想法 那么有一些 巴基斯坦有一些 我觉得当权派 有钱人或者政府的人 拿了中共的好处 或者跟中共合作 有好处的人 可能念中共的好 但是普通老百姓 恐怕都不这么认为 对吧 你想说什么 没有 都不这么认为 所以我想通过这个 就可以进一步印证我的预言 但是预言现在还没有实现 咱们最后看 但是我还是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种的舆论会愈演愈烈 到最终 伊姆兰汉 恐怕扛不住国内的压力 最终就必须要跟中共划清界限 就像现在的马兰西亚 新任的总理 新政府是一样的 好 这条新闻就不报告主意吧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